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重复来做 其实跟麻字有关系的词很多 包括什么 麻木啦 酸麻啦 还有麻烦 说的都是什么 其实呢 是说你的血液循环不好 就会产生身体酸麻胀痛的问题 其实呢 这个回春宫里面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叫做麻不好 痛比麻好 麻比木好 说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能力 心脏的这个推动的能力呢 开始变弱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气血循环到末梢就会越来越差 那么也就是你末梢呢 经常会有一些麻啦 痛啦 胀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气如果堵住了 或者循环不好 第一个反应可能在身体是痛 如果你不去调理它 过一段时间 你的手脚就会变麻了 那么如果你再不去调理它 再一段时间 可能呢 你就没有知觉了 就会变成木 很多人说 老师 我天冷的时候啊 就手冷脚冷 而且手麻脚麻 其实呢 这些都是心脏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 你的心脏推动的能力变差了 使得你的这个气循环到末梢的能力 也就自然而然变差 所以我们今天教的这个功法 叫做活血功 它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心脏功能 强化我们的血液循环 也就自然的能够改善身体酸麻的问题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缓慢 并且呢 自然的呼吸 好 我们把两脚慢慢的并搂 感觉一下 呼吸有没有比较顺畅 身体有没有热起来了 如果有 恭喜你 你的心脏的功能 慢慢会被改善过来 我是 白夜老师 每天三分钟 懒人七公 已经抢救了你的健康危机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